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7月22日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过去24小时里 美国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83055例 住院患者数量达59628例 新增死亡病例1330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认为 确诊病例激增是检测数量增加所致 同日 明尼苏达州 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宣布了强制佩戴口罩要求 目前美国已有31州和华盛顿特区发布了强制口罩令 此外 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和辉瑞公司22日宣布 如候选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美国将支付19.5亿美元以生产和交付1亿剂新冠疫苗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 一协议 美国可再买5亿剂疫苗 该疫苗将免费提供给美国人 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7月23日表示 白宫与参议院共和党人就一项规模将在1万亿美元左右的刺激法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白宫放弃了在新法案中纳入薪酬税减免的想法 共和党人将支持对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个人再次发放1200美元支票 姆努钦称 这个方法可以比下调薪酬税更快的将钱注入到经济中 新法案还将包括对学校的援助并为病毒检测和疫苗分发提供资金 虽然最后期限迫在眉睫 但法案文本的公布时间表还无法确定 而文本内容的公布是两党启动磋商的关键一步 全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2日证实 即使受到新冠疫情打击 但加拿大丰富的财政和货币缓冲 以及其多元化的经济 使其经济仍然稳定 复苏有望 因此将加拿大主权信贷评级定为AAA 标准的评级部分基于对经济反弹的预期 认为加拿大将会缩小本国的财政缺口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7月8日发布的报告 估计本财年联邦政府的赤字 可能接近经济产出的16% 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2020年经济将萎缩6.8% 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 英国和欧盟7月23日因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发生冲突 布鲁塞尔认为该协议不太可能达成 但伦敦表示仍可能在9月达成协议 自今年1月英国脱离欧盟以来 有关该贸易协议及其他关系的谈判 几乎停滞不前 双方都指责对方未能在今年年底过渡期结束前做出妥协 在最新一轮谈判结束后 彼此间的指责越来越多 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 伦敦没有表现出打破僵局的意愿 英国代表戴维·佛罗斯特则称 欧盟的提议未能满足政府提出的被视为独立国家的要求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7月22日发表声明说 7月21日 美方突然单方面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这是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 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十分蛮横无礼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 反观美方去年10月和今年6月 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涉陷 夺此私自开拆中方的外交邮带 查扣中方公务用品 由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事 中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不止一次 受到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安全的威胁 声明强调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否则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威胁称 他不排除下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7月23日 长征5号姚四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承担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天问一号 迈出了中国自主开发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此次天问一号采取了一步到位的方略 集成了环绕 着陆 漫游 三大工程目标 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是首次 随着天问一号的升空 一系列黑科技装备正在恢复火星途中 其中装在火星车上的次表层探测雷达 将在抵达后对火星地表以下10米 甚至100米深度的火星内部结构进行透视 可探测巡视区表面土壤厚度冰层结构 获取火星地表和次表层超宽带全集化回波数据 还可以探测巡视区次表层结构 获取次表层地质结构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